大家好,欢迎走进小明说电影 2003年,由导演法鲁克·阿克索指导了一部史诗战争电影《征服1453》 由德夫·瑞姆·艾文和伊巴西姆·切利克格尔等主演 根据历史上《穆罕默的二世》在1453年 贡献拜占岭首都军事坦地堡的战役改变 这部电影可谓是土耳其电影史上最贵的影片 从2009年开始拍摄 前后历史三年之久完成 耗资高达1700万美元 影片于2012年2月16日 开始在土耳其全国上映 周末动员150万人次前来观看 感谢了土耳其电影的历史 这是一部胜利者入境方拍摄的电影 导致对这部史诗片产生巨大争议 RMDB当时给征服1453打了8.6分 而在豆瓣仅仅5.7分 预告片公布后 土耳其和希腊网民就在油管展开了骂战 希腊媒体指责该片过度满足土耳其人的自大心理 而对于君士坦尼堡被学习和希腊人遭受的大屠杀 却避开不谈 要知道1453年5月29日 君士坦尼堡的线路在伊斯坦布尔是一个公共假日 但对于希腊的东正天主教徒来说 无异于是寿南日 君士坦尼堡相当于天朝中国 在遥远的东方历史惊人的相似 在二次大战中 日中发生激烈的战争 以日本失败投降而告终 政府1453恰恰相反侵略者胜利了 土耳其人经过长达57天的艰苦进攻 成功入侵了君士坦尼堡 公元627年在梅迪内 穆罕默德先知通过一则圣讯 预言君士坦尼堡总有一天会被征服 而这个人就是镇主保佑的指挥官 1432年3月29日 埃迪尔内国王莫拉德的妻子 胡马生了一个健康的男孩 以表示对先知的尊敬 莫拉德把他取名为穆罕默德 就在这个男孩出生的这一年 发生了许多奇迹 马儿生了许多双胞胎 农作物一年四数 树枝被满树的水果压垮在地 同一年 在君士坦尼堡观测到了会行飞过 这被当作一个天兆 在王子穆罕默德12岁的时候 苏丹国王莫拉德逐渐厌恶正事 同时加上通事爱子阿拉丁 他决定退位 将王位传给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 但是首相帕夏又将莫拉德 又重新拉回了王位 因为另一支十字军的潜在 威胁着奥斯曼领土 于是穆罕默德退位 被送去了萨鲁汉一战 时间来到了1451年 萨鲁汉 此时的穆罕默德长大成人 并且效用山战 见发了得 此时他收到了一封 来自埃蒂尔内帕夏的信 原来他的父亲 莫拉德逝世了 他来到埃蒂尔内 见到了已经去世的父亲 并承诺会用毕城来完成 父亲无法踏足的土地 创建一个统治全世界的帝国 帕夏由于当年 让他的父亲重回王位 害怕被穆罕默德处置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还重用了他 另一边 军事坦立宝大帝 获着了穆罕默德 再次登上了王位 在他们当中 有的人认为他是一个软弱的国王 不会支撑多久的 而大公却不以为然 穆罕默德学习公正学 以摧毁我们的防御 还学习我们的语言 来了解我们的弱点 穆罕默德唯一想做的 就是摧毁我们的帝国 而大帝则不必让他担心 因为他在他的军队 和人民当中没有威望 大帝为了印证 穆罕默德是不是一个软弱的人 他派了一位使者前去埃迪尔内 索要30万金币 来支付穆罕默德堂兄阿尔汉的补贴 原来阿尔汉逃到了拜占庭 每年安斯曼帝国 都要向拜占庭支付阿尔汉的费用 但对于这个野心伯伯的穆罕默德 并不想在这个时候和拜占庭抗衡 答应了支付30万的金币 他下令让使者和拉丁 匈牙利 波兰 塞瑞维亚王和教皇保持和平 对于扎诺斯和帕夏的不满 给了他们满意的解释 对于我们国家来说 没有一件比政府军神塔利宝 更重要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要耐心 穆罕默德在顺母中 遇到了他的祖父奥斯曼 祖父说你的祖先 你的父亲 将这个共国发展成一个强盛的国家 而你将帮他变成一个强大的帝国 你配得上这枚戒指 而你也是被先知所承认的 梦醒之后他觉得 不是我征服军师坦丁堡 就是军师坦丁堡征服我 他立刻下令 让造船厂务必在一年内造一百艘船 军师坦丁堡大帝 让阿尔汗同时给卡拉曼诺格鲁共国 和帕夏各自写了一封信 这天哈桑 截取了阿尔汗写给首相帕夏的一封信 信中提到了帕夏是阿尔汗支持者 但这附近 穆罕默德并没有公布出去 1451年 卡拉曼诺格鲁共国阿克城 他们认为阿尔汗写给他们的信 是个巨大的谎言 看着奥斯曼帝国这么多的军队 明智被骗了 还没有真正开战 卡拉曼诺格鲁共国就投降了 为了削弱帕夏的势力 很多新兵还没有参战 就要求加薪 穆罕默德利用这个机会 惩治了帕夏的亲信和帮手 一天傍晚 穆罕默德召见帕夏 他甚至今晚会有不测和妻子告别 但穆罕默德并没有杀了他 他从一开始就相信帕夏的忠诚 他知道这都是军事坦尼堡大帝的阴谋 为了理解我们才写的信 让他今天来的目的 就是让帕夏在布阿斯凯森建立新的要塞 1452年4月 帕夏已经让人开始建设城堡 但军事坦尼堡大帝开始着急了 在他们面前建立要塞 会阻弹从黑海过来的商船 没有补给 他们就会饿死 大帝开始调集军队 并让发明家厄本建造加农炮 并给穆罕默德写了一封威胁信 如果你布里克停止建造堡里的话 我会把阿尔汗送回埃迪尔内 并尽为一切所能 让他坐上往位 但穆罕默德并没有害怕 军事坦尼堡大帝 不认为土耳其大军能攻破坚固的城墙 大帝让大公找到厄本 建造一个更大的加农炮 却被他拒绝了 这不是他的战争 他只想和平 就在厄本和女儿要走的时候 却被士兵抓到了 幸好被及时赶到的哈桑给救了 支援军事坦尼堡的穆拉军队 被土耳其人全部杀了 大帝彻底慌了 决定让教皇派兵支援 派兵可以 但教皇的唯一条件 就是东中教徒 也要接受凡尼港的管辖 厄本为了报答穆罕默德的救命之恩 同意为他们建造 可以击毁军事坦尼堡的加农炮 在各方的调度和紧量的建造下 建功的堡垒已经建设完成 开始实施封锁海域 同时厄本建造的加农大炮也一完毕 万事俱备 穆罕默德穿上了盔甲 准备对军事坦尼堡进行攻击 城内大地也在鼓舞所有的将士和人民 誓死抵抗土耳其人的侵略 大战开始之前 双方都严真以待 两个国家的郡主终于见面 说了一些客的话之后 穆罕默德命令炮兵向城墙开炮 此时的弓箭手也开始骑士 城中叫好地弓箭部队 利用盾牌做掩护 但在密集的弓箭速射下 还是有不少的士兵中箭 这时听到城中惨叫连连 穆罕默德命令使用皇家加农炮 向城墙射击 一发包弹就把城墙击穿了一个大窟窿 大地还在抱怨 为什么没有杀掉建造式恶本 穆罕默德又命骑兵快速冲击 但城内的弓箭手也开始向城外射箭 同时不断地让士兵堵住窝口 第一次的工程并不顺利 城墙上的士兵 向正在拍麻的土耳其士兵倒下热油 在城内的奋力抵抗下 最终阻止了这一次的进攻 首相趴下也报告他们那里的进攻并不顺利 死伤惨重 而水流的金角湾前线 只要靠近巨型铁链 就被大地的加农炮击退了 穆罕默德命令共兵赶紧挖隧道 也同样不顺利 隧道出现了塌方 巨大的响动引起了城内士兵的注意 双方都在紧张地挖通隧道 穆罕默德的工兵知道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引爆了炸药和他们同归于尽 穆罕默德眼看隧道的进度被耽搁 只能在晚上又一次发动夜袭 但在城内的他们也早早做好了准备 向城外共同的军队发起火球 很多没有来得及撤队的土耳其士兵被火焰吞尸 这一战可谓是又让穆罕默德的军队损失了不少的人 他们埋在了死去的士兵 而军事坦利堡的军民却在城内庆祝跳舞 这么长时间 土耳其人未能攻破城墙 一是因为城墙的坚固 二是城墙上有一个骑士 朱斯蒂尼亚尼 他很能干 指挥调度有序 哈桑在这次夜袭中也受了伤 军事坦利堡大地的军队损失并不严重 为了加快使用皇家加弩炮 轰击城墙 过高的温度使巨炮炸了糖 恶本也受了重伤 到这里 穆罕默德的军队已经连续作战40天 他的战船也被军事坦利堡的加弩炮摧毁了 穆罕默德气急败坏 前有阻挡 后有匈牙林人的部队在逼近 他整天在帐内 不见任何人 他的视频也毫无斗志 疲惫不堪 正在穆罕默德沮丧的时候 他的老师来到了军营 在他的一番开导下 穆罕默德重振信心 之前无法靠近金角湾的战船 却被土耳其空兵 硬生生的从陆地拖进了金角湾 因为在这里的城墙是最薄弱的地方 因此军神塔利茂大帝 派援军去了金角湾 并让人稳住民心 1453年5月29日 穆罕默德将要发动最猛烈的进攻 这时的隧道也完成的挖到了城下 随着一声巨响 城墙的一处突然坍塌 土耳其人攻入城内 展开了金身肉搏战 这个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把军企 插在军神塔利茂的城墙上 就在哈桑拿着军旗 换下敌人军旗的时候 被发现的士兵 一剑射在了他的身上 但庸猛的哈桑 凭着自己的意志 最终把一面胜利的旗帜 插在了不可公布的军神塔利茂 至此 千年帝国的军神塔利茂 就这样被攻破了 影片结尾 土耳其士兵攻入城内 穆罕默德二世 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 抱起一名金发婴儿说道 不要忧虑 军神塔利茂的人们 即使这句话是在历史上确有记载 但经过了漫长的血性屠杀之后 显得没那么有说服力 在这场东方政府西方的战役当中 东罗马的教皇和军神坦丁十一世 都被一味的被描写成腐败 懦弱的象征 人物形象过于脸谱化 东方一直批判 西方好莱坞大片的问题 在这里同样存在 虽然影片有诸多问题 但在最后攻城的场面 可谓是气势磅礴 其历史记载 东罗马帝国的末代皇帝 军神坦丁十一世 看到大势已去 决心死战迅国 在混战中被土耳其人所杀 当天夜里 土耳其人占领军神坦丁堂的全城 军队在城内烧杀抢掠 历代的艺术珍品被洗劫一空 华丽的建筑物被复制一具 军神坦丁堂的陷落 标志着延续两千多年的 罗马帝国的灭亡 随着军神坦丁堂沟陷 奥斯曼帝国把军神坦丁堂改名为康斯坦丁尼 并迁入这里 直到奥斯曼帝国灭亡之后 凯曼尔领导的土耳其共和国 经过公投 在1930年 将改成改名为伊斯坦布尔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